好 我想知道 何志杰你看到他们现在跳这个舞 你有什么感受 我很想 我很想要陪他 但是我忘了 忘了动作吧 对 但是刚才呢 我发现以后的节目我可以跳 因为他给我灵感 原来你很记性的时候 重复重复一 两个动作 观众看不出来 哦 先生我才必有用 刚刚看不出来是不是 对 完全看不出来感觉到很熟 其实就一直就重复 对 一直就重复一个 反正你乱跳都可以 你只要给自己足够的自信 对 所以我觉得他 跳的真的不错 因为要配合那个音乐感 我觉得博泽老师是出于 对那部戏的感情 所以夸你跳的不错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真的觉得 要严厉的到时 你是很想参加这个比赛吗 这代表你的态度 草率的跳一跳就可以 确实是忘动作 这个对 忘动作 好 忘动作 忘动作了 为什么忘动作呢 就比较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怎么练对吗 有可能 对 是吗 确实练得不够 对 练得不够 简直要把人吓晕 我还在坚持 还在坚持 还在坚持 你看 为什么 为什么忘了动作 为什么会忘动作 干什么 你这个情绪不行 我这有点 有点装 有点装 你要越平静 越下人 越平静越吓人 为什么会忘记动作 练习的不够 既然已经不唱了 只跳 只跳 为什么动作还记不住 好 竟然忘了动作 我还有一个问题 现在目前摆在你面前 有三个剧本 分别有三个重量级的女演员 担当女主角 一个是张博之老师 一个是唐岩老师 一个是姚晨老师 请问这三个剧本 你会选择哪一部 张博之老师吧 就是 看过很喜欢他的电影 所以 所以我们演的戏 你都不喜欢 也喜欢 也喜欢 也不 不是 哎呀 哎呀 心跳也有点快了 突破一白了 我的天啊 难不得 年轻的孩子 总是会害羞 还是年轻啊 还是不惊吓 他真的整嘴呢 好了不要为难他了 对反正 故意施加压力 那让你在将来面对高压状态下 能够维持一个平稳 但是表现还不错 前面都还很稳定的 选剧本那一刻疯了 对 把这个失败了 谢谢各位老师 柯宇 不是 柯宇 柯宇真要走了 柯宇 你不是真的被我们的客栈节目淘汰 给人吓得很真实 都是节目效果 除了姚晨杰以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